这是我们第一次啊 来了第五位女孩子 我觉得整体的是 大方 优雅 而且形象特别高 对 一个新来的人 然后可以跟所有人聊天 把这个场面hold住 而且最后大雄出来 那个做那个简短的采访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两个陌生人 用这样的方式交流 是不容易的 对 他也可以很游刃有余 最重要的是 凯卫的篇章可能要开启 对 对 你看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 有来有回 兴趣爱好 职业 职业 年龄 都符合 对 嗯 连线吧 i'm ready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 短信时刻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些爱玩家 打开玩家 直接打开玩家 打开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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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口松脆心动滋味 开多每一口都超好吃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开多松脆 推理时刻 亲爱的各位侦探 我们这一次是团战 我们一起给一个结果 如果可以答对的话 我马老师原石将会到达 我们预期的七颗 当七颗原石出现在他的宝盒里的时候 将会完成一个 我们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愿望 马老师做那个里边的第十位男嘉宾 对啊 扫一个 其实真的不是不可以的 我讲实话真的是可以 马老师 你先说出你的心动连线 哪一位 你先把我画上去 这样马老师 我已经写这番了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这把你来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要不签巴非常确定的选出来 对马董 马董 橙橙 橙橙 马董 Diamond和melody melody 这都不用想 melody双向 carry 多肉之恋 carry carry carry肯定是给罗佳佳 小孔肯定是马董了 行 给马董了 卖姐的话肯定就还是大熊 大熊 好 现在就比较难的就是 这个大熊给谁 大熊给谁 然后佳佳给谁 是吧 哎呦 我觉得他可以给佳佳 会吗 他跟佳佳就见了那一小会儿 就采访了一下子 然后就没什么交集 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 大熊的角度一条是麦姐 因为麦姐的好我们该到了 同时麦姐也会向大熊散发信号 另外一个是启动了mini day 这是我主观非常想做这件事情 并且两个人也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 觉得是麦姐的请投票 一票 两票 三票 跟票 各种跟票 好 觉得是麦乐迪的请举手 怎么怎么解决了解决了 只要相信第一直觉 我觉得真的叫麦乐迪 我觉得真的是麦乐迪 想想听你们的麦乐迪 麦麦 佳佳给凯威 凯威 我觉得凯威 心动就行动 上维品会搜 心动就能买到小姐姐小哥哥同款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维品会心动揭晓时刻 我们先来看女生的部分 一位 麦碎 我现在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嘚瑟 我们这样回头把这声那个声道表好吧 在声道中早上起来 哎 说啥 下次不要错过我们的聚会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橙子 生活就像一段未知目的地的航海旅行 你会惊叹一切的奇遇和美景 但是当你看到你的灯塔 其他的一切都会是烟 其他的烟云 其他的都是烟云 来接下来我们看的是melody 有莫愉快 melody是不会提parry的 就怕一会 simon simon回了一个 哇 这这你真的就是 接下来是小孔 妈懂了 灯 灯塔 是别人修建的 烟云可以一直伴随人地 哈哈哈哈 哇 快点连线吧 泡茶辛苦了 今天晚上在一块喝茶来 好 接下来我们的新朋友 我老师 会把这个短信发给谁呢 我怎么感觉有可能会发给马董呢 别别别别别 哎呦 今天你很绅士 好可以可以 稳的嘛 成了成了 没人叠了 这里都对的是吧 我们现在女生这边 全员五位都正确了 来接下来是我们男生的部分 首先第一位子佳 一听到要合照了就 跑到你身边身旁边来记得早点休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Simon 你觉得他会不会提 凯瑞啊 我觉得会吧 想想开启 耶 你看怎么样他肯定会提啊 他肯定会提 来我们我们 我们凯瑞的新片章开启了好不好 别说派瑞啦看看凯瑞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凯瑞肯定是罗老师啦 哇 啊 嗯 啊 啊 啊 写的什么写的什么写的什么写的是最后 可能是最后一天给你发信息了 你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但 相处中我始终感觉不到你对我有火花 真心希望你遇见爱情能结结实实的拥有幸福 一辈子听不懂伤心情歌作为朋友真心抓完 有必要发一个转一个 你有这些话你能不能当面说 他那意思是为我之前几天我画一个句号 他其实还是开始的阶段还是很勇敢的 一直在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回应嘛 对 只是在这一会我们觉得这么宝贵的机会 但是他也觉得做了很正确的事情 对他确实是但是就是没必要了 没事 我理解 可以但是没必要 但是既然做了我们也支持他 最后啊大熊的部分啊大熊的部分 我们是有三条线在纠结 来我们看一下大熊的选择 卖一下开怎么样 今天有两个新发现 做早餐比吃早餐更幸福 电梯门东应该是装镜子 这是少有的两个人可以 您是两个人在一起 什么样子的时候 卖姐 卖姐 卖姐幸福了 没关系拿不到原汐 没关系